接下来就来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吧 了解一下今天需要他们帮助的嘉宾 面临着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我们俩已经结婚28年了 时间越长 越觉得我这些年来 不是嫁一个老公 而是娶了一个奶奶 她成天就挑我的毛病 一会儿说我这个不好 一会儿说我那个不好 我真不知道哪得了她了 她一个大男人 因为不点小时就跟我 墨迹期没完 比我一个女人还虚的 两个人过日子 出现问题就得马上解决 拖来拖去 辞早会产生大的矛盾 我现在就两个请求 要么闭上你腿 要么让我离开你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胡先生来自吉林各体 来 有请胡先生有请 女嘉宾刘女士 同样来自吉林各体 来 有请 有请刘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具体是做什么职业的呀 我们都是农民 种地的 好啊 结婚多少年 结婚28年了 28年了 几个娃 两个 结婚了吗 大的结婚了 小的还在上学呢 生娃了吗 大的生娃了 外孙子都七岁了 我的妈呀 我们今天是跟一对 爷爷奶奶在这聊天呢 今天来什么事啊 这不是我俩的婚姻 出现问题吗 我先来解决 要是再不解决的话 很怕真的要达到离婚的地步了 来 说说为什么 这不我俩 这不结婚都28年了吗 我是经过我的表姐 介绍认识她的 刚开始介绍她的时候吧 说她肯吃苦能干 还很好 反正结婚以后 觉得她真的是挺好 那些穷啊 但是这日子慢慢过好了 富裕了 你说她就变了 不像早先了 而且还挣扎了很多新的毛病 比如说 比如说她成天的 也不像早先那么爱干活了 整天就跟朋友出来去喝酒去 我怎么不再干活了 那活都你干的 现在这农村干嘛就不用干 都是机械化 这小时都够你干好几天了 你们家多少目的 一成二 厉害着呢 都种些啥呀 都是光明 行不是就去机械化了吗 她那意思是日子好了 是日子好了吧 是 就喝点小酒是吧 喝点小酒 你就不愿意了是不是 那她也不能说 你总出去喝去 你说虽然说 现在这生活条件好点了 那也不是什么太富裕 那你还得为以后的过日 还有打算 这一天呢 就跟她的朋友出去喝呀吃呀 你说她那帮朋友吧 没有一个 我看是真正的朋友 一到买单前 都往后退 就她买单 那不是我 我叔叔大吗 都管我叫大哥哥 我一伍是当大哥哥的 花点就花点 花点钱算个啥 那不行啊 那你要总这么花去 那你说咱们这日子以后 还过不过了 你说我俩 斩那俩钱也不容易 是不是 你老二是儿子还是闺女 老二是儿子 最近 娶媳妇没 没有 上学呢 上中学呢 才上中学 所以你也其实想着 儿子还得 娶媳妇 得斩点钱是吧 那你得斩俩钱俩那 你说更气 我的 哎呀妈 背着我还给人借钱 你都说的 那不是 不是旁人吗 那不是我的姐夫吗 你说 你要是 你要是跟我俩说也行 说她要是借的少 一万两万 咱也能够得拿起 借了多少钱 你说她包工程 那得一个十万二十万的 然后还从别人借 那万一她要是还不上的话 你说不得咱俩还吗 咱俩都啥还呢 那怎么能还不上 就那么大一个老板 就是借你十万二十万 就能还不上 我到底借了多少钱 十六万 那也不是都我家的 她给她准那俩给你借的 那你说的 她出面借 那吧 你说要是万一还不上的话 你说这笔钱 不得我俩还吗 我俩哪有那么多钱还呢 这能有你说的 那么严重吗 就那十多万个钱 还能还不起你 卖点啥不值你 那十多万个钱 现在就这事有的是 那有的是破产还不上的 那你就到时咱俩拿起来 像你那么想的话 那都是破产了 那老板都破产了 那谁也能当老板 老胡这人大手大脚是吧 大手大脚 他对别人大手大脚 对我可就不大手大脚了 这不可能 这我要买点衣服穿 一码这家墨迹点 那墨迹鞋就没头 比如说你买医生 那是我不要你买医生吗 是我对你口口头的 你买医生 你得有个使用 这买个医生 一买好套好套的 一堆一堆的 多少钱 你这柜里的衣服 都有多些 后面都堆满了 你还买 那你也得省点花 虽然说我打工 挣那两钱 那也不容易 能那么容易吗 挣那两钱 那我买衣服 能买多些 但是我还不是 就把给我自己买 那我跟你和儿子 不都买了吗 你给我买医生 就像我这 哪天出几户门 我现在这个生活水平 提高了 不像早些 早些你让我买 我也买不起 现在你说就买两件衣服 我就喜欢穿 你现在买一件衣服 要花多少钱 你怎么说 那不贵 我不买贵的 我就买个一百多块钱的 反正一招打折的 那个好的 就能多买两件 这他也回家 也足够了 人家买这么点衣服 你让人买啊 那不行啊 那关键 家里的衣服太多了 你这还买那些 啥用性啊 那衣服够穿就行吧 你说不要你买个衣服 你就赌气囊子 说我喝酒 那我还得 我还得整个人家 行行行 这件事就算扯平了 你喝你的酒 你买你的衣服 个人有个人的预算 好不好 还有别的事吗 哎呀 那个 这不他钱 就是他把了嘛 现在人家 你们家他管钱 他管钱 人家不要我管 那你说我好错 我买点衣服 那你说我 我咋整个 后一人我就想 我说代步我就出外 赠钱自己花 买点衣服 完了他不想去 你要出去怎么挣钱啊 我现在我找 那一会儿我干不了 因为我有病啊 我说那我就找点 清静啥活吧 我们腿吧 就有那个 在那个淘宝店 当个模特啥的了 卖个衣服啥的 我说绝对挺好的 都多大四十六了 还当模特你 你成你的一连褶子 不不 人家 人家 你不能这么说话 哪能这么说话 多伤人啊 他可能损我了 那我 我就是老点 我是 我身体肥胖 那都人口笨五十级人了 还当模特你 你成一连褶子 那当模特也不是 杀丢人的事 还当模特你 不能这么说老婆 你也不怕别人死要你 别人不死要你 我都死要你 真是 那当模特也不是 杀丢人的事 我问你 腿里那个淘宝店的老板 相助你了吗 相助我了 相助你 说明你好 那我 其实我岁数是不小 那我丑上也没那么老啊 对 你比同龄人那个什么是吧 年轻多了对不对 对呀 你一个人丑 你是没那么老 你个人没心 一个心 你个人那岁数吗 还那啥 我多大岁数 我就五十来岁 那我也不算岁数大 再说的 再说的 我去当模特的话 也不是啥客人 现在也不是什么客人 你说你还值得你 是我这个那个的 你说我还啥不能干了呢 那我身材不好 我可以 我去学着 跳广场舞来 你跟杨杀 我慢慢我断了 我身体不就好了吗 像那广场舞 我都得站着头衔 还得得嗖嗖嗖嗖嗖 你也个人不这样 你个人羞愁 不说别人跳得好 就领舞呗 是 我们的腿吧 都这多了身体嘛 连有爱好气的 反正我比他们 就这样跳得稍稍好点 这样我头衔领 这回家也有的 蛮她说我说的呢 她是嫉妒 她是嫉妒 她跳 她那个体格啊 看病都花有多少钱了 又公主领啊 又长春的 又是腰间盘 又是那个锦队啊 这家伙的 花了得有好几钱 还跳舞呢 养病她都养不过来 跳了舞病就好了 跳舞病就好了 何必花那些钱呢 哎呀也倒是 这理论一套一套 那你现在还跳吗 我现在不跳了 因为她是什么 老妹反对我就不跳了 那你现在干嘛呢 那我就喜欢 打个小麻将啥了 这也不要 反正是我干啥 他都不要 你现在打个麻将 那我一天除外干点活 你就是一天 给我做点县城湾 吃完不行吗 那我打麻将之前 我不把那饭 都给你做锅里头了吗 你遛那饭 都遛啥时候了 遛多烘 遛四万了 那谁能吃啊 但是你这成天打麻将 孩子学习 你也不管 孩子人手就要考高中了 老师给我打电话 是开家长会 咋没人来呢 我说问母家 她没去吗 她说没去 那我给你打电话 把你打麻将去 忘去了 你说你对孩子 负责是吗 那我就有个一次两次 那我是真忘了 要不得孩子学习 我能不去吗 那时候你就原谅我 这也计较你就没头 行我听明白了啊 从那个姥姥来投诉 说这姥爷不干正经事 最后变成姥爷说 姥姥一样没干正经事 反正我就咋的都不对得的了 你们俩现在是不是 说话说不到一起啊 说不到一起 我俩简直好像是 不是一路人 你们俩这说不到一起 但是挺有意思的 这是有生活就是不一样 生活在一起二十八年了 你说给他们一刀分开吧 谁也离不开谁 但这打倒闹闹也 您什么学历啊 我是中学 迷你法门毕业 是初中还是高中啊 初中 您是什么学历啊 我呀 他小学 小学一家没念完 所以你娶她那会儿 人又好看 学历又高是吧 那现在表姐不说 她韩侯老师能干 我才不嫁给她 你算下嫁是吧 算吗 算啊 这挺穷的是吧 穷 那现在嫁可困难了 你哪想到 这二十八年过去了 她那么说你是吧 那可我 我就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啊 老胡 这就真像你说的那样吗 就没法看了是吧 不是 不是那你干嘛说的 没法看了呀 没法看了 刚才说你看你那个 我这一直就是拿去 我不想让她当那个 那搞去 就是你 你说实话 你是觉得自己老婆 就只能自己看 对吧 给别人看了心里 她就说的 这农村了 这出头露面 这么大四十了 愿意笑我 明白明白 她在你们屯的这个 中老年妇女里面 这一波算八尖的吧 不是八尖 这环节差不多 就是 是不是最好吧 是最好是吧 对 所以你也不愿意 让她跳舞对吧 不愿意跳舞 她跳舞那会儿影响过孩子 开教授会吗 跳舞不影响 不影响 对 你不让她跳舞 所以打麻将就影响了 打麻将 她一打麻将 她玩上忘了 对呀 那你应该让她跳舞去 因为她跳舞的体格不行啊 她有病啊 你这锻炼不就行了吗 锻炼 因为你说腰尖烦突出 咋的也不懂锻炼 让她痒 行吧 那你这个 她今天来 是让他们修理你 你今天来是干嘛呀 你为什么来呀 我为什么来呀 就她让你来 你就来了是吧 对 因为张老师 给我们中间 给我们调解调解 那是你 不是她 我看她都是李 对不对 这媳妇你满意不 满意 她要跟你离婚 你同意不 不同意 你要离婚吗 我看她的表现 要是不行 我跟俩过不到一块的 那你希望她怎么改呢 那我答应她希望了 不说像以前那事吧 那也得差不多些 那对我啥的 反正她对我也挺好 那但跟以前比 那真是差远去了 明白了 就是要把你放在第一位 过去你是第一位 她不准 她不支持我干这干那的 总是底线我 你说我干啥都不行 她就是看不好 明白了 我们日子好了 这想往过那种 她理想当中的 有尊严 有文化的生活 有精神追求 这个要的是什么 你就对我好就行了 你精神追求什么呀 要不然你跟我 喝两口小酒 我才高兴呢 你是不是巴不得 天天带她出去喝酒 我得 行吗 我就自己处一 行 你们看怎么办吧 这日子还得过 但是呢 做了姥姥的人说 我的日子不能过得这么 浑浑噩噩 我想过一些 城里那些人过的那样的日子 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来吧 沙老师 听起来是鸡毛串皮的琐事 其实归结起来呢 就是相互的理解不够 我先来问问大姐 觉得这些年 家里面日子过得好了 觉得她添了新毛病 那您觉得 您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吗 我也有很大的变化 我不像以前 我现在吧 我就想做我喜欢的事 我喜欢跳舞啊 撵羊儿啊 打个麻将啊 就她都反对我 都不支持我 所以您想不想过 您的这些新的爱好 在她眼里 也算是一种毛病呢 也许吧 是吧 所以你就要 换角度去理解一下 自己的丈夫 还有一点就是 女人持家很重要 就是不能说 因为日子过得好了 然后呢 觉得自己的生活 也要发生改变 就忽略了家人 忽略了孩子 忽略了丈夫 只想着 我要让自己得到 什么样的快乐 其实你应该 还是应该把重心 放在家里面 更多地放在家里面 这样的话 可能丈夫就理解你了 你平衡之后呢 他也许还会说 你去跳舞吧 你看这么辛苦 又做饭 又照顾孩子的 去打打麻将 放松一下吧 反而这个事情 就调和了 那胡大哥呢 是一个特别倔的一个人 然后呢 又挺实诚的 你看他给姐夫 借钱这事 一点犹豫 一个磕巴都没打 但是你知道 妻子跟你生气的点 在哪吗 他可能不是说 在意这个钱 有多有少 他在意的是 您的一个态度 就是您把我 当没当自己的媳妇 就是你借这钱 有没有跟我商量过 咱可不可以商量着来 他可能在意的是 您的一个态度 人家不是常说吗 说疼媳妇 疼媳妇 您觉得自己疼媳妇吗 心疼 心疼是吗 心疼他就凡事 多跟他商量一下 站在他的角度想一下 这样矛盾就解开了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乔老师 来 乔老师 两位好 想问一下胡大哥 您说这几年日子过好了 然后就可以整点小酒 然后亲戚朋友借钱 也能帮助帮助别人 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 这是日子过好了的表现 对吧 不是您一个人的日子过好了 是你们家的日子都好了 可是在您媳妇身上 怎么能体现出这日子过好了呢 就买新衣服不行 太多了 然后去想追求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 不管是做模特还是跳舞 日子过好了呀 不用天天的围着锅台转了 那也不行 我媳妇不能被别人看 打麻将耽误事不行 听来听去就给我的感觉 就是你们家日子只能你一日往好了过 他还得跟以前一样 守着锅台 守着老公 守着孩子 第二点 我其实特别的也能理解这个胡大哥 但你的丈夫的心里 您不是说快五十的女人 您还是当年嫁给他的那个 羞答答的少女 所以在他的心里您没变 他特别害怕 一个在他眼里心里都那么美好的老婆 现在因为日子过好了 选择空间大了 看不上他了 所以他得把你更紧的藏起来 所以呀 我觉得还是沟通 不是说不能过一块去了 是两个人得往一块过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 来 涂老师 这大哥呢 这个一脸的憨厚 大姐偶尔还会低下头去 有一种少女的娇羞 他说你一脸褶子 一身肥肉 我想问一下这位大哥 你也是闷着心说的吧 他真的一脸褶子 一脸肥肉 在他这个年纪 身材算保持得不错的吧 你说呢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共苦 却不能同甘呢 事实上这么有很多夫妻 日子过好了 反而不能过到一块去了 那是因为彼此不往一块笨 其实这位大哥心里非常清楚 一个女人跟你二十八年 把最好的青春 最美貌的时候 都跟你在一起 过苦日子的过程当中 都消耗掉 现在 有机会 有条件可以美美自协了 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他为什么年纪大了 就不可以跳跳舞 当当模特呢 他那啥 他都身体不好嘛 总有病 我就让他给家养养 他真的是身体不好 你才不让他去跳舞吗 跳舞多健康 为什么就不能跳呢 那啥嘛 你就是担心 你就是忌妒 有本事你也跳啊 我不会跳 对啊 你连会都不会 女人的青春一晃而过 到了年纪大了 发挥余热了 可以把日子过得快乐一点了 这是你作为男人的能力 你为什么不给他呢 但是我认为兴趣爱好 有的时候 是可以彼此共同成全 就我特别建议你们俩 出去旅游啊 看看外面的山水 对吧 那比你跳舞 比他喝酒都好 你说是吧大哥 是 所以说其实他是嘴硬而已 他不是说不让你去跳 不让你去当模特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 有点膨胀了 话语权有点多了 所以他才这样说你 不过你脾气也算好 要换一般的女人 说你一脸褶子 一身肥肉的话 早回娘家了 你说是吧 下次回自己娘家试试看 给她颜色瞧一瞧 下次你要做模特的话 我可以给你介绍机会 可以吗 不可以 说不可以是在乎 是吧 所以说呢 其实跳舞的时候啊 还是多想想她 把她也扯过去跳一跳 好吗 好的 行了 二十八年都过来了 还有什么过不下去的 就这样 对 这个你穷的时候 你问别人借钱 觉得别人 有面 对吧 你没面 对吧 现在别人问你借钱了 你把钱借出去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面子呀 这个要换到城里人 这些有文化的人说 这就叫自我价值的实现 你找到了一个 能够体现你价值的地儿 对吧 你要没钱的话 你有亲情你也借不给他 对不对 对 这说明你能干 他要跳舞 要做模特 也是要找自己那个自我价值 听懂了吗 适当地要满足他 你媳妇挺好 今天来就说 哎呀 你稍微让我有一点点 个性空间就行了 对吧 对 有点窒息了 对吧 对 二十八年都过来 也别窒息了啊 他就是这么一男人 他喜欢你 他在乎你 这你得看到他的好 听明白了吗 其实我有时候 我也挺理解他的 但是就有时候 我就不理解他 妈 你啥不理解他呀 那他限制我啥 这么限制我啥 我说为啥就 他在乎你 他不在乎你 他早不限制了 是不是 是 哎 我就提一个要求 我就提一个要求 你们俩一会儿出来 你跟他跳个广场舞 我看看 我不会 不会让他教你 我不赢了 你必须得学会 跳就不一定 好 那如果他这个 一会儿出来他不跳 你翻身就走 可以回娘家 他不带跳的 你回娘家试试 不用 那个如果他不陪你跳 现场找一个老头儿 给你跳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番红糖 真情六十秒 来 老婆 他们 哎呦 老婆 我 哎呦 出不来的 老婆 咱们过了这些年了 穷得过的时候 都过过来了 现在有钱了 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 我不是说跟你离婚 我就是 上这个来吧 也是 老师和 那个 老师和主持人 帮咱们 分一分析 这其中的 那什么 我现在 要是能解决的话 咱俩就 还是过日 我没打算为了离婚 毕竟咱俩都过二十八点了 是不是 别说的 以前是谁做谁错 都有毛病 也别说你错 也别说我错 咱们都有过毛病 来 请亮灯 行了 回去吧 两位 一会儿出来跳舞 你想好没 好了 结婚二十八年 就这么一点小冲突小矛盾 来 请关门 说明大家对美好生活还是像吗 这是追求更好的日子来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各会也可以通过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下面我们就看大哥怎么跳舞 来 请开门 跳不跳啊 我跳舞 你确定啊 不会 真不会 来 站中间吧 站中间吧 站中间 一点都不会 站中间会不 站中间 拉着老婆站中间会不 就站那儿了 行了 行了 来 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不为难你了啊 来 来 有请小花童 好 谢谢你们 来 牵着手 从这儿回去 本来没有保湿 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一倍十一倍十防晒 双冠名播出一倍十女王 幻炎季期间 爱情宝卫站的春季套盒 多加一元 多送一套 改变自己 做自己的女王 来 我们见证 属于她们自己的爱情吧 请见证各位 老婆 华语 亲一个 小亮灯吧 谢谢 谢谢你们啊 来 好好过吧 回吧 两个人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 好 我一直在想 你说如果没有电视 就他们一辈子 在团里生活 还有没有今天大姐 这样的追求 和他们这个家庭的苦恼 所以生活里面的 好多事 你仔细一琢磨 真是有利有弊 你开放了 你见识的更多了 你的欲望强烈了 你的烦恼可能就来了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因为我们不可能 把人关在一个 封闭的环境里 让人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去选择一种单一的方式 大家就应该有 丰富多彩的视野和生活 然后选择你想要的 我相信 28年的生活 已经给他们 铸就了一种幸福的模式 即使未来他们再争吵 即使外面的世界再花花 他们都能够坚守 28年前他们自己的承诺 我相信今天会变成 他们未来生活当中 一个非常好的 回忆瞬间的